在万众瞩目的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首战中 中美女排的对决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 更以一场惊心动魄的五局大战 宣告了中国女排的强势回归 经过激烈角逐 中国女排最终以3比2的比分逆转美国队 取得开门红 为冲击8强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场胜利不仅提振了全队士气 也为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征程注入了无限动力 比赛中 中国女排展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面对未免冠军美国队的强劲挑战 中国女排在两度落后的不利局面下 凭借朱婷和李盈盈两位核心球员的出色发挥 成功将比分扳平并反超 特别是决胜局中 朱婷的关键一锤定音和李盈盈的连续得分 成为了中国女排获胜的关键 两人的默契配合与高超技艺 不仅彰显了个人实力 更体现了中国女排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除了朱婷和李盈盈的杰出表现外 中国女排的其他队员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袁新月和王媛媛在篮网上的出色表现 多次为球队赢得反击机会 自由人王孟杰遗传的到位率显著提升 为球队的稳定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接应龚翔宇更是贡献了13分 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攻击点 全队上下齐心协力 共同铸就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赛后中国女排收获了双重喜讯 一方面同组对手法国女排 以0比3不敌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女排小组出现的难度 另一方面中国女排内部的团队协作 与整体实力得到了充分验证 为接下来的比赛增添了更多信心 对于主教练蔡斌而言 这场胜利无疑是对她战术安排 和人员调配的一次肯定 她巧妙地利用换人策略 既保护了主力球员的体能 又激发了替补球员的斗志 同时她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球员的健康状况 合理安排比赛阵容 确保球队在后续的比赛中保持最佳状态 郎平作为女排的传奇教练 也亲临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 她对朱婷和李盈盈的表现 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坚信中国女排在本届奥运会上 能够取得优异成绩 郎平的鼓励和支持 无疑为中国女排注入了更多正能量 展望未来 中国女排将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 和坚定的信念 迎接接下来的每一个挑战 无论是面对法国女排 还是塞尔维亚女排等强敌 中国女排都将全力以赴 奋勇争先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女排一定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 再创辉煌 为国争光